但我觉得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七五事件好了 因为我相信很多台湾人不知道 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故事吗 OK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是我 我其实不是说这是一个 我在帮一个恐怖暴力事件来洗地或洗白的一件事情 但是新疆的状况就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独特吧 如果你要是了解就是新疆的话 你知道他其实是已经见过两次国的东兔决斯坦 他是见过两次国的 尤其是在维吾尔人心里 他其实就是我们从来就不愿意成人心 像这片土地吧 所以我们都是这种东兔 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那种东兔东兔的那种心态 那anyway 这个整个事件其实起源于六二六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什么 就是六二六是同一年的6月26号 就少官发生一起 就这件事情很模糊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真相 就有人说有几个维吾尔男生是 因为他那个少官是有很多那种玩具场 然后玩具场里面就是有很多 大家都是去那里面打工 然后大家就是那种分开那种男女生宿舍 然后据说是一个女生是去到男生宿舍 然后被维吾尔男生挑戏你知道吗 但有些就是媒体上报道他是被强奸 就是这个上面我不太清楚 就是有些人说调戏 有些人说强奸 然后后来这几个男生就被 就遇上trouble 因为那女生就去叫那些汉人 结果就上千万 有没有万我不知道 但是就很多其他汉人就出来 就打这几个威吾尔男生 结果有几个是致死 但这个新闻 当时维吾尔人火的事情是 这件事情没有被报道 没有去调查真相 对 而且当地人 没有公正报道 当地的报道都没有 就是这也是最后传开 就是有人把录像给放到 以前是QQ嘛 后来维吾尔人就非常生气 就是维吾尔人 其实那段时间已经是一个载 很生气的一个阶段 是在压力 其实在压力锅里面 对对对 很久 因为种族的冲突比较严重 然后 因为王乐泉去之后 整个新疆的状况就不好 因为王乐泉来了之后 到了新疆之后 他开始改善这个学校吧 就是汉语学校越来越多 就是 这不是改善的吗 就是他们打引号的 打引号他想说的改善 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 现在返回去看 其实是王乐泉 已经是一个比较软一点的 就是温和派 就是实话 相对 相对 那个时候觉得很激发 结果现在说 哦 he's nice 对 王乐泉去了以后 有了很多名汉和校 就是说民族学生 跟汉字学生 就是我们会分 这个地方可能也要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有叫民考汉 民族的民 就是考汉语学校 就得说我们去汉语 就是学生 98%就是汉族人的学校去上学 然后民考民呢 就是说整个全是维吾尔人 有一非常非常小的哈加克人 以前有哈加克学校 就是专门的哈加克学校 好像乌龙西只有一家 然后 昌吉离得比较近 有个叫昌吉的地方 他那是有一个 维 这种和校 但是就是自从王乐泉来了之后 就是他鼓励他就是 大家都说汉语 所以很多学校 他就给加什么实验班 就说你汉语说的好 你就可以进实验班 这种方式 就开始让更多的人 接受汉语 接受这种汉语教育 就还有一些牌子 比如说广告牌呀 然后你知道高速公路上面 那种指示牌之类的 维吾尔语 慢慢被消灭 就导致了很多人 在这上面就不满 尤其是做教育上 但是维吾尔一向抗争 都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就这些情绪 在乌鲁木齐呀 在各种就是新疆 各个地方产生的效应 并不是特别好 那我好奇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好像语言被消失 很生气文化嘛 可是有一种说法 会不会觉得 这样其实可以让 维吾族人比较容易 比如说未来到沿海啊 中国其他地方生存啊 比较没有代沟 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不同意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 被骗出来的一个 因为你看现在被 亡人在内地生活 非常非常的艰辛嘛 算是因为 说汉语好的不是我一个人 像明昂汉学校的 也不是我一个人 因为我只听你的声音 我会觉得你可能就是 就是一般的汉人 就是一般的中国人的口音嘛 对所以跟我一样 level的人非常非常多 就是等于说是我们上明昂 就是明昂汉的人 他比例也是非常大的 不能说58%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50%以上 可能也是去汉校的比较多 那depends你是上 你家是在乌鲁木齐 哪一块的也有 但是乌鲁木齐的明昂明 有些伊宁县的明昂明 就是伊宁那边 然后吐鲁番也有 就是明昂明的这些人的 汉语水平非常好的 也特别多 就等于说他其实没有这种 就是language bearer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这种预言障碍 所以我是觉得 我说这么好 但是我要去内地 我要经历非常多的事情 就是现在的有警察骚扰你 警察上你家 警察去要每天跟你作弊录 每天就是你没有什么犯罪记录 就因为你出生在 你身为维吾尔族人 就是你的身份证号是65大头 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你住酒店 所以你们的身份证号 其实就不一样 对不一样 全中国都不一样 是分审计还是分种族 审计 可是如果是新疆的汉人也是65吗 65对 那他们也会这样被骚扰吗 他们也会被骚扰 然后就是65一打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根据名字 因为我们的名字是 full name比较长 然后中间有个点啊 之类的 但是你现在好像 中间又一个点 然后名字一看 你肯定就是不是 而且我们上面有少数民族 会写维吾尔族 回族 哈萨克族 这种他会写出来 所以就是你在扫描你的这个身份证件的时候 其实他当他当地就收到之后也会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对他就知道你是维吾尔人 然后他就立马出现在 超扣背的 我太好奇了 等一下 那要稀释到什么程度 他就说你不是这个族人 比如说爸爸是汉人 你就变汉人 其实对啊 我超好奇怎么样 我还算还是维吾尔族人 其实很多人还是愿意去搞少数民族 因为少数民族考 有加分 有加分 是我记得 然后北瓦尔是50分 哈萨克好像是50分 为什么你们比较多诶 是50分诶 对 以前好像是120 然后降到70 然后到50 但是其实这个加分 也是一个非常扯的一件 呃 一个骗剧之一 哦什么 是什么意思 哦好多问题哦 对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就是可能在自己的民族 或者说自己的圈内 呃 或者是在新疆你只能可能在那边 你可以才体会到这些 呃 内内容吧 应该说 但是加分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暧昧的点 但是加分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需要这加分的话 你其实不能上很多很多专业 就是他给你给的册子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当时呃 我记忆上就是有点模糊 就是给你加分 可是你并不能够因为这个加分而去可能北清大之类的 因为他们去的时候会把加分拿掉不看之类的吗 对 他是有两个线 就是说他其实你也可以去北大 但是说你的专业是有limited 就是得以说是你这些专业是不可以 就比如说不能去念法律什么之类的 对不能学什么科技 不能学 不能学科技 类似 加分就是 就是就是给你 就是让你学学文 然后你看你在 就乖乖的 乖乖的 然后上上文科 然后什么财经啊 什么国际贸易啊 他们不懂 然后 学财经才恐怖 对 搞掉这个 对 可以搞掉这个光阳的情节啊 对 而且 这是能怎样 而且明考汉 就算是明考汉 你还要去内地 花一年时间上 预科 上汉语 就非常奇怪 就你已经是在那边读了明考汉学校 你还要上大学前 还要读一年的汉语 那不是很浪费生命吗 非常浪费生命 因为你已经会讲那个语言了 真的本来就是你的母语 就是算母语了 因为你看我的 我的汉语水平 其实已经是非常 是比我们还好的呢 我可以说我 我比很多 就是我们可能 我们会说新疆的 可能前鼻音和后鼻音 会不太分不清楚 但是好像中国各个地方的人 都有这种 就是你知道 每个地方 就有自己的口音 对 什么是前鼻音跟后鼻音 就是拼音的 就是拼音和英语 那不就是台湾人吗 台湾人字字都黏在一起 我们可能说去英国学英语啊 什么问题吗 都一样 有些人会分得很轻嘛 北京人 对北京人可能会清楚 但是怎么说 我觉得都无所谓 对 对不起我们刚刚讲到 75 75事件 对75后来就是 大家对因为新闻没有报 非常的不满 对 75这件事情没有报 非常的不满 然后后来大家就是在QQ上面 以前QQ特别 就是可以用的时候 可以用的时候 对 然后我记得6月27号开始这件事情 就开始在各个的这种销内网 QQ上面就大量的被扩散 然后就说我们维吾尔人就是被这样对待 就很不爽 而且好像那些尸体也没有得到第一时间的照顾吧 这些事情被传开之后 大家就说要去乌鲁木齐的这个广场去 广场那边是政府大楼 政府大楼前面去就是抗议 静坐抗议 就75当天我其实也是在那个附近 就我去 我到那边之后 就整个他整个是被包围起来的 是警察包围起来 警察包围 屋警就是全包围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说完了 这下肯定今天不知道游行会怎么样 我们是这样 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想到是游行 我是跟我朋友去那边玩 然后没有想到是会有游行 我们想大家可能会坐到那边 你们那时候去会害怕吗 还是大家知道没关系 我们是可以去看看的 我没有特意去那边 但是我是打算去附近去唱歌 因为它是个星期天 我第二天要返校 然后星期天就是在离回学校之前聚个会 然后就约到那个时间 就约在那附近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 但是我是没有打算去里面 我是觉得肯定以后 肯定会被抓起来 我是当时想的说肯定 维吾尔人肯定会有麻烦 所以我就想说那离他远一点 我也劝我旁边的朋友 就是不要去 不要太近 最后我们就说那就去唱歌 然后我们就去到 离广场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去唱歌 但是唯独那一天 就是他要查我们身份证 因为平常就不会查身份证 然后我们是几个全是几个女生一起 然后我说为什么要查身份证 我还跟他降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说你配合一下吧 然后是个老大爷 是个汉族老大爷 然后我说那好吧 身份证刷完以后 我们就下去唱歌了 唱了没多久 然后我朋友他们一个两个 就开始接到电话 就听到那边开始有嘶吼声 他们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回来 现在你待在哪里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在北门拿拿拿 他说你们赶紧出去找一个 就是安全点的地方 他们整个就是脸全是轻的状态 我还在唱歌 我说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他就说那边开始 好像开始大杂抢了 然后我们就往外跑 我就赶紧拉着他们 就说能不能赶紧走 我说我知道我们去哪 因为我想把他们拉到一个 比较安全点的地方 我那边有亲戚 然后我就把他们往那边拉 但是当时是因为网络不像现在 就是说一下会被散开那种 出去之后我们就往外面跑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淡定 就是乌龙岐是一个分界线 还蛮明显的地方 就是往南的话 就是全是威吾尔人 往北也不能说全吧 百分之九十 很明显感觉到区域的不同 然后往北的话 就是汉人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那个广场是在镇中心 左右 然后我们在广场附近唱歌 但汉人都很平静 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有听到有一个人打电话 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了 怎么可能 谁谁打谁 就这种 然后我们也不敢 就是停下脚步 然后他们就 就是赶紧躲起来 后来我们 我是带他们去了 我亲戚家以后 所以你往南走 我往北走 我们不敢 我们不敢往南走 因为那个是 他们已经往南走了 他们好像是 就是在抗议的 抗议 他们没有办法进广场 最后就没有办法 很多人就在那集合 就往南走 他们就整个继承 大的队伍开始走了 我是去上网 我就看校内 就已经开始有照片 我很后悔 没把照片 就是存下来 对因为有很多照片 其实是人在 就是在自己家 拍完以后 就发出来的 因为后面可以发现 就是媒体的倾向性 还是倾向于 汉人比较多 但这件事情 就据很多 就是本地人来说 是警方当时是开枪 先开枪 去对这些游行的学生 因为学生比较多 年轻人比较多 因为老人家 肯定不会用QQ 对 后来 这件事情就演变成一个 恐怖 就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恐怖行为 里面的细节特别多 但是我当时看到了一些 照片之类的 就是跟我在电视上 看到的完全就是不一样 但是我当时是一个 非常闷逼状态 我就说 What's going on 就是这种 年纪这么小 对 我当时 因为我是一个 汉校长大的人 然后我附近也是 汉族人比较多 然后我爸妈也是 从来不跟我谈政治 也不愿意让我去谈政治 或者是了解太多 自己民族 这些事情的人 好笑哦 对 他们就是比较 想让我们 就是平平静静的上学 然后学好汉语 然后去 可以就是可以走得远一点之类 但是他们其实 并没有想到 内地会变成 就是不能说内地 并没有想到 就是 中文政府会对 为威吾尔人进行这么多 就是指线吧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 到什么今天的这种结果 什么集中营的这些结果 是你们当时 这种七五 搞这些七五 其实并不是 七五只是 只是其中 怎么说呢 只是爆发点 但是我觉得 他们其实是想让七五发生 我是觉得 共产党肯定是 故意的 故意就是从一开始 就是从威吾尔人成立 就是灭国之后 就是成为新疆 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之后 其实他们就知道 不想让威吾尔人 独立 或者说是有这种独立想法